你下次你可以換成什麼方式說 你會覺得比較能接受 但是有些是我們跟小朋友的狀況 但是有時候是另外一半 像我之前發生一個狀況就是 我在猴小孩 猴小孩之後我想說 我老公應該可以來幫忙收拾爛探子 沒想到 我老公不用跟我 他就猴下去 我想說 這個狀況是 我就隔壁要報警了 所以變成說到最後 我是說沒事沒事沒事 就覺得這時候隔壁 另外一半的態度其實很重要 那雅蘭如果在教小孩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雅蘭啊 雅蘭有時候 他是比較有擺不定的 但是呢 他也曾經因為被兒子這樣子 弄到整個火冒山上 譬如說 我兒子現在的年紀 他就迷籃球 很喜歡看什麼 哇 柯里的布鞋 KD的布鞋 球鞋 他也給你的球鞋啊 對啊 送自籃車 然後他就很多這種東西 好啦 只要出去逛街 你只要看到有運動用品店 他一定叫做 往進去看一下 一定要去看一看 如暑嘉正哪個最新一代的 第十代 第幾代 就這種人 好啦 但是呢 我不可能每次都讓他買布鞋 所以呢 有一次我們就說 好啦 可以了 要走囉 他說 爸爸這個 好帥喔 好帥喔 我們一般同學 誰也有一雙 這個穿上去 我籃球大概可以灌籃 什麼 就這樣講這個 好啦 好帥喔 眼睛好好的喔 對 想說服你 那你就知道他的眼神已經 嚇到已經快掉下來了嘛 然後我跟他講 Kan Ken 你已經有好幾雙了 可以了 走 然後就走 上車了以後呢 好啦 他的個性這位老大呢 就是只要 可能沒有如他的怨失望 他就 不講話 所以他在車上 他坐在後排 就不講話 臭臉 然後呢 我們在其他三個 跟我女兒 大家就是說說笑笑啊 有時候玩接龍啊 什麼在那邊講 他其實都不講話 他不講話 這個時候 雅蘭情緒就來了 他說 Kan Ken 你不要這樣子喔 因為沒有順你的意 沒有買給你就不高興喔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 你會影響到別人情緒 尤其是我的情緒 然後他講媽媽情緒 他說 我現在為什麼 大家開開心 姐就是因為你嗎 因為沒有買嗎 他就開始 你... 然後大概約莫過個 一兩分鐘之後呢 因為那個是沒有停的 那個情緒一直高漲 那兒子 當然他也是一個 四象的傢伙 他說好 對不起 他就講對不起 他說對不起這句話呢 仍舊無法消除媽媽的怒火 媽媽繼續 你以後可以不要這樣嗎 你每次都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這樣跟你出來很掃興 以後我不要再大眼出來了 就... 又講... 一直在... 大約五分鐘之類的 那我就得要... 我不能出聲音 因為你一出聲音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想咳就也不能咳 不行 呼吸都要想小力的 所以要忍小力 很難過 只能默默地打開音樂 然後... 讓氣氛慢慢地混合 然後找第三個話題 欸 姐姐 你那個同學今天有吃巧克力 是不是 然後就把現場的氣氛潤視掉 對 好 等這個事情回到家過了 我稍微看一下媽媽 大概沒再提這個事情了 我就會默默地到房間 因為你知道 Kan Ken的臉就已經垮到那個 我已經對不起 你還一直繼續 那我講對不起有什麼用 對 的意思嘛 我就會潛入她房間 私底下 我說Kan Ken 你不要再生氣了啦 她說不是啊 那我都已經對不起 又不是說每次我都一定要買 然後她有她怨言 我就說沒有媽媽其實是很愛妳嘛 媽媽愛妳 這是第一個我一定要先說的 然後再來我再把道理說給她聽 我就說那妳 每一雙不行都要買不對嘛 那以後是不是妳看到什麼都要 啊不 如果沒有那妳是不是心情都差 啊最後妳要去搶 不行啊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有自己的那個判斷 我就把這個很和緩地跟她講完 我說好啦好啦 然後跟她 拍一個 然後跟她抱一下 結束 OK了 所以我覺得昌明哥的做法是很對啦 是 OK啦 那句話真的好多人用 是我要不要愛妳 我幹嘛管妳 對 可是被管的那個人想說 見鬼人 你現在 你可不可以不要愛我嗎 對啊 那你不要這樣 對啊 可不可以有第三者來去 真的去解讀 啊 他正在背後為妳做了那麼多事情 對 心情會好 而且在事後大家的情緒 也都比較平緩一點點 對 其實像我 我覺得昌明這樣做其實是對 像我老公其實也會介入 我跟小孩之間的那個 那因為前一陣子我就在做那個修正衣術 我都會熬夜嘛 但是就是 你熬夜 你其實有時候會 會情緒稍微比較差一點 但因為小孩才五歲 你就一定要讓他早一點睡覺 對 然後那天剛好放假 然後隔天放假 然後小孩就是稍微 我可以容忍你大概半個小時 就是你平常九點睡 你大概九點半睡這樣 但到九點半呢 他其實精神還是依舊很好 我就跟他講說 早一點進去睡覺好不好 我們先進去睡覺 那通常我就是媽媽就是先陪睡嘛 陪睡晚之後我就爬起來 結果後來他就發現 我那陣子都是睡完之後 我又爬起來 我又在做別的事情 他突然那一天就回我 他就說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熬夜我不行 我的點是後面那一句 前面那一句 你還會覺得 對 為什麼 對 你好像我是真的 就差點就是 兩個就這樣在那邊 對 然後我老公就看這個 苗頭不太對勁 他就把我兒子叫到旁邊去 你可以這樣對媽咪講話 媽咪很辛苦 媽咪最近在趕他的書 所以媽咪在做作品 所以他會熬夜 而且一定要等你睡著之後 他才 然後他 就是你要跟他講道理 講完之後 我兒子就 可能去跟媽咪說對不起 他就跑過來跟媽咪說 媽咪 對不起 我說 因為你趕快睡我才能做事 我就趕快又把他抱回去睡覺這樣 對 我老公也是會 也是會介入 因為他是大概知道 我們的那種僵持點在哪裡 對 這樣子說起來 兩個都算神救員 兩個都是神救員 而且我覺得兩個爸爸 難得我們這個媽媽好神 有神隊友的 我覺得兩個爸爸都很愛老婆耶 就是都能夠承接媽媽的怒氣 然後這個時候事實的出來 告訴孩子說媽媽其實很愛你 但是你剛才做錯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像玉琴剛剛老公有說 媽媽是因為最近在做什麼什麼 因為這些孩子一定不會看得到 對 他只看到為什麼 每次你們大人都叫我早睡覺 可是你們都在滑手機啊 你們看起來好像很開心耶 所以這個時候 另一半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於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夫妻之間一定要有這樣的默契 就是今天不管哪一方 先出來當黑臉的 那沒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適度的在旁邊 怎麼樣去讓孩子可以知道 對方的一個心理 然後知道他怎麼樣做會比較好 這個時候兩個父母其實都很重要 但也不能老是等神救援 你們會為了你們 當然不是說你們暴露不對 就是你們當然一定是因為 孩子做了一件錯的事情 那可能你們有沒有曾經為自己 這個情緒失控來跟小孩解釋 有啊 像有一次就是我 因為我就忙了一整天 那我可能煮飯煮煮煮煮好以後 好不容易煮好了 其實不是那一天才這樣 在這之前我女兒叫吃飯就很難叫 她就是會等我在煮飯的時候 她就在看電視看卡通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煮好了 我就叫她來吃飯 我就說翹妞來吃飯了 翹妞來吃飯了 叫好幾次她都叫不動 我就說不要每次叫你吃飯都叫不動 我有這樣講 結果沒有想到我女兒 她遙控器關掉電視以後 可能說還不到六歲 所以她這樣甩下去還這樣 討厭 她就這樣講 我就覺得說 天啊 然後當下我就整 因為那天我也累了一整天了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她這樣講的時候 還有看到她那個動作 我就瞬間 爆露 爆露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吃飯有那麼重要是不是 那你就去吃飯就好了 餓死算了 我就這樣講 而且我還講了餓死算了 然後我非常生氣 那一天她就 因為她被我罵了 她就有哭 可是她哭的時候 她就想要去拿那個碗 她還是有想吃飯 我還過去撥她的時候說 我就這樣講 那天我非常生氣 對我說妳不要吃了 我說這餐不准妳吃 她當然就一直哭 結果那天我真的會讓她餓肚子 然後可是到晚上之後 妳也知道媽媽就是 心軟的 對 心軟的 對 捨不得 對 捨不得 妳就想說她沒有吃 她到現在沒有吃 她一定很餓 然後我就去摸摸去 泡了熱牛奶 然後就端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說 媽媽抱一個好不好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抱了她一下 然後就說妳一定很餓對不對 我說妳先喝熱牛奶 好 她就說 她就搖頭 有點在跟我賭氣 對 在叮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也是用了那一句 就說 其實媽媽是很愛妳的 我說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 妳最近很難叫妳吃飯 那妳知不知道 每天其實媽媽在忙什麼 忙什麼 然後我還要煮菜給妳吃 那妳有沒有看到媽媽煮菜的時候 其實很忙 都在廚房裡面都滿身濕汗這樣 那妳還跟我說 很討厭妳不要吃飯 妳這樣對嗎 我說還是以後 她念事那麼重要的話 以後妳都看念事就好 我都不要叫妳吃飯了 然後結果她就說 她就說 不要不吃飯會長不高 我不要長不高 然後她就講一句 我不要跟媽媽一樣愛 妳是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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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拿回來 我也是生了 沒有啦 結果就是她躲這段 但是其實我有笑出來 就是妳知道 其實那時候 那個氣氛就已經有發出 對啦 其實是 對 但是她就有跟我說 媽媽 對不起 我以後不會這樣 那結果過那陣子之後 妳就發現每次叫她吃飯 她就說好 好 她馬上關了電視 她就過來 對 我就覺得她就有改變這樣 像我兒子是 因為我的禮貌就比較重要 那我兒子有一次就跟 那個她堂妹吵架 但在我的面前 她已經 我已經跟她講說 妳不要再 就是再罵妹妹 就是妳們好好的玩就好了 然後她講不聽 她就說 她就討厭 小男生講話就喜歡這樣 我就說我再跟你講一次 妳不要再這樣子 跟妹妹講話了 然後她就說 對 然後我就整個又爆炸了 我真的 我對禮貌這種東西 我真的很不行 我真的整個爆炸 但是通常我就是 跟她生氣完 我不會當下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今天當下 去跟她講說 妳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她會覺得說 反正也是這樣而已 我媽媽也沒有很生氣 這件事情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大概都會隔兩天之後 妳真的隔兩天 對 我會兩天不想跟她講話 她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說 對 我會跟她講說 妳沒有禮貌 我也不想要跟妳講話 妳跟她冷戰兩天 妳好冷靜 那那兩天之後 我就會告訴她 我為什麼這麼生氣 那為什麼我這麼重視禮貌 那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比例給她聽 像我跟她講說 妳看妳們班上 某某某 她在學校都會罵三次經 會頂撞老師 那她在學校 是不是沒有人想跟她玩 人緣也不好 那妳想要成為她那樣子嗎 然後她就會想一想 我講得好像也有道理 然後她的態度 就會慢慢地好轉 這樣的處理方法OK嗎 就是一個是兩天以後 對 這個妳很能忍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妳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Yeah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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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